我很耐心的去了解一個人的性格 包括他的靈魂深處 你了解柯文哲的 靈魂深處 我台灣是 柯文哲我是專家嘛 所以他當被告一定是我害的嘛 他要教郭台銘搞政治 他想要跟有錢人交往 要跟政治不太懂的人交往 他可以用一個老師教授身份 來下指導期 所以後來就變成他跟郭台銘有結合 那一段 那這個心態今天有沒有改變 沒有 沒有改變 哪有一個總統候選人 在11.59份還能募款的 全世界都沒有 才就台灣八十人 是誰幹的事情 這不是他幹的 你有 你會幹這種事嗎 我不行 不會 你會 你不要說 你會 你會建議你的朋友選舉 11.59份募款嗎 愛錢 愛得比較參世 不是 大家對柯文哲的個性不了解 因為我跟他接觸很 我不是說次數不多 但是我這個人呢 有一個好處 我很耐心地去了解一個人的性格 包括他的靈魂深處 你了解柯文哲的 靈魂深處 我台灣是柯文哲我是專家嘛 所以他當被告一定是我害的嘛 你知道嗎 我要講個事情給你聽 當年第一次是 郭台銘有跟我講過 問我說柯文哲這個人怎麼樣 在上一次的選舉 在大概四年前嘛 結果我就跟郭台銘講 我說那你要不要跟他 跟他見個面嘛 他說這個其實可以談一下 你知道嗎 當他們都不認識的時候 因為我跟郭台銘中間有一些朋友關係在 我無所謂啊 因為我說好啊 我說那不 那是我跟他講 或者你們怎麼樣互相留個電話 說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那我就把這個事情 到台北市政府 我就告訴柯文哲 喂 我老郭要跟你見個面 蔡碧如也在 我說是不是叫碧如先跟他聯絡一下 人那麼好以後 然後你們再約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一般來講的話 你這個大頭不要一次 王不要見王嘛 先派這個蔡碧如先 他說不不不不 我來我來我來 自己來 自己來 他說不要經過蔡碧如的第一點 人人人都在 你現在頭人的 你市長的 然後第二句話 他問我說 他說他這個 因為我跟他交情不錯 他問我真心話 他說這個郭台銘政治懂不懂 我說政治 我說他政治不是很懂 他這樣 我為什麼好 這樣我可以把他交 我可以把他交 他要教郭台銘搞政治 他想要跟有錢人交往 要跟政治不太懂的人交往 他可以用一個老師教授身份 來下指導期 所以後來就變成他跟郭台銘有結合 那一段 那這個心態今天有沒有改變 沒有 沒有改變嘛 因為雲林 你們這個賣療 被這些地皮流氓 糟蹋有的不的 我有伯爺 我有伯爺 你為呢 我可以當你的保全公司 他是在推銷他的保全公司 你知道嗎 你說這個鄉長 你看看起來 這個年輕人看起來 就是兄弟開 兄弟開嘛 第一看他 包括六輕的污染 六輕的汽油 擔架等等 有的沒有的 找麻煩的事情 我給你保證 黃國昌 黃三昌 這些人都排在後面 那個狼狗在後面咬他的 我來那邊 我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然後就跟你選 你不讓我選上 我後面就咬你一口 所以他就是想要坐在旁邊 所以我說有錢的地方 就有柯文哲 柯文哲就是為了他 這個誰講的最對啊 誰 那個那個高雄安不是講 他高雄安的那個男朋友 怎麼講的啊 當立委是為了什麼 賺錢的 對啊 當立委是為了賺錢 柯文哲當總統為了什麼 也是錢嗎 他媽媽怎麼講的 有五十一我自己就要 有五十一我們兒子就要選機了嘛 你兒子如果有五十一就要選 你兒子選機是為了什麼 為了五十一還是為了什麼 所以這個概念上在價值觀上面 都有非常大的一個清楚的脈絡嘛 他一切的問題都出在錢 他跟蔡壁如也是錢 他跟每一個人都是錢 他跟每一個人交惡的結果都是錢 那錢我不見得就說我不知道 反正現在最後的真相一定會大白了 反正就柯文哲在從台大 為什麼出事情 不是那個什麼錢嗎 那個什麼基金啊 亂七八糟的 那個調查局把它打到MQ149是吧 M什麼 MG149 MG149是什麼東西啊 這廠商捐款不是一樣嗎 所以他一輩子會出事情 他的工作目標跟這個錢啊 都搞不清楚 那現在越玩越大 所以他這次到麥寮 根本上不是在搞什麼選舉 就是他個人秀 他就秀給這個台塑看 我台灣有一個 勁敵老闆 一五七 IQ一五七 要等到就創造這個機緣 要跟台塑結緣 以後日後長期合作 長鄉左右 他是他的主要目的 可是你選這麼難看 你還得玩嗎 他有八旗的議員啊 他怎麼知道選這麼難看 他選得不好看 所以他尾巴捲起來回家了 他什麼時候坐哪班車 不知道 所以就是半夜半逃亡 就逃回台北 人就不見了對不對 那以後這一招 這一季不成 再生一季 再生二季 目標還是搞有錢的人 這麼重要吧 對他來講 他的政治生涯就是 那我問你 哪有一個總統候選人 在11點59分還能募款的 全世界都沒有 才就台灣發生 是誰幹的事情 這不是他幹的 你有 你會幹這種事嗎 我不行 不會 你會 你不要說 你會 你會建議你的朋友選舉 11點59分募款嗎 全台灣的政治史上 唯一的一個就是他 你知道嗎 愛錢要比較參加 你知道嗎 很疼的 柯文哲本來很神奇 你們剛剛都針對我 又不是我做錯了 你有本事的話 叫講完去解約看看 結果人家想 我根本不是問你啊 現在才知道 為什麼柯文哲 那麼緊張 為什麼今天當什麼 所謂的議事議員 被搜壓以後 他馬上要跳出來 忍八年了 你越看那個 20106年的那個合約 太離譜了 柯文哲這個案子本身 已經荒腔走板了 你看他整個人亂掉了嘛 他每天罵蔡王翰幹什麼 你一個前任市長 他一個現任市長 你罵蔡王翰 蔡王翰比較好罵嘛 然後第二個 他連副市長那個 李四川出來講兩句話 他把李四川也講 你憑什麼資格講話 這個簡直是囂張 而且沒有禮貌 粗辱無聞到極點 就是簡單粗暴 這個事情 耍嘴皮沒有用 劉寶傑我告訴你 這個檢察官在辦 在辦了 檢察官不會跟你吵架 檢察官慢慢看 慢慢弄 弄的時間到了 柯文哲知道 船票快要來了 你剛剛講很清楚嘛 他2200他400嘛 為什麼六都其他是400 700 你台北市2200嘛 那這個多的錢去哪裡了嘛 為什麼那個陳崇文銀行 裡面多了2500萬 那2500萬裡面是陳崇文嘛 那我請問你呢 那其他的官員有沒有拿呢 這是貪污舞弊案嘛 貪污案本身這個案子 可一定辦得出來 而且辦得出來理由很簡單 就是他有錢在已經被逮到了 對 那陳崇文一定會把他咬出來 一定會咬嗎 100% 而且他現在是什麼 他現在變網紅了嘛 剛剛雨萱不是定義過了嗎 他有什麼政治權利 他有什麼身分 沒有了嗎 他跟我一樣嘛 對 我還不是網紅 我只是一個媒體人 他在賣 他在 我還沒有賣衣服嘛 我還沒有跟小草割小草 他賣衣服 賣綠掛包 賣這個擴大機 他什麼都賣 所以他是一個帶貨的網紅嘛 我是檢察官就把他傳來了嘛 傳來 當場就把他改被告嘛 這個不是簡單的一個事情 就是他這個事情跑不掉 雨萱 我們有講的柯文哲 他現在幹嘛 他在賣T恤 他賣T恤上面還有一個7點半 就鼓勵大家早上7點半就開始上班 好 這無所謂 這是你喜歡就去買 可是一般來講 你政治屋賣這些東西 都是你在選舉的時候賣 怎麼現在太平歲月 你才拿到很多選舉補助款 你在這個時刻 你開始要賣東西 你不但賣東西 你最在乎是什麼 最在乎是 我在募款的時候有沒有被駭客攻擊 我的募款的時候我順不順利 以前都說柯文哲很害羞 我會覺得這什麼可能 結果他怎麼搞會賺這種錢 不不 保倫哥 你如果對柯文哲這個行為有意見 代表那是你的認知有問題 我的認知有問題 對對對 柯文哲我覺得他走上正軌了 他是以一個網紅的身分 他現在開始正式經營什麼 電商嘛 代購嘛 團購嘛 他把民眾黨當電商 他自己當電商 他自己當電商 民眾黨只是他的經營平台而已 所以柯文哲現在已經找到正途 準備要發大錢了 因為他已經搞懂一件事情嘛 他靠網路靠流量有沒有辦法賺到錢 賺不到 沒辦法嘛 你一定要帶貨 直播帶貨 才可以把它變現嘛 所以柯文哲 所以他現在在變現 變現嘛 他要把他的人氣跟流量 因為他現在有觀察到一個大數據 急速的下滑當中 所以在這個下滑工程當中 你知道要做什麼嗎 能撈就撈 趕快賺錢嘛 對不對 如果等到撐到谷底了 我還要怎麼撈 他不是想說他現在是台湾政治人物 裡面身量最高的嗎 那是過去式的 各位 過去式了 過去式的隆景嘛 我就講 好 我們地震一 柯文哲辦這個 我們講的 小草界面會 保留台北市議員說 我們讓你當一議員好不好 你說360很少對不對 保留哥我不這麼認為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以網紅的號召力來講 粉絲數來講算蠻多的 可以叫出360人 因為你不能把他當政治人物嘛 你不要 他現在你不要用 總統 曾經的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而用網紅的身份看就不一樣了 對 而且他 乃乃柯文哲這麼開心 而且他這個還是會員專屬活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報名360人對不對 他是同步宣布說 這跟我們的海選幹部計畫有相關 所以有來有機會嘛 等於大家先打過見面之後 未來我有機會來這邊找工作 所以這360人裡面 很多人都是來找工作的 來找工作的 對嘛 所以對於柯文哲來講 當然是這樣子嘛 但與此同時 為什麼我講 他找到一個正途 保留哥你仔細看 他賣了什麼東西 他找到一個流量密碼 以及商機密碼 賣T恤 你知道為什麼他要大量賣T恤嗎 賣T恤會賺嗎 最便宜 T恤根本沒有成本 跟各位報告啦 賣T恤成本很低 我之前也在夜市混過嘛 對不對 像這種T恤 你如果找那種台灣有廠商的 有兩種 一種就是你找那種大學成 大學成可以製作團輔嘛 一件一百多塊嘛 你更聰明的直接找台灣廠商 甚至是有在國外設廠的廠商 你知道這一件成本多少錢嗎 多少錢 一百塊以內 他等於就是你只要押字 所以你仔細看柯文哲 押的那個廠商那個字有沒有 七點半 七點半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Key Promise 有夠陽春 連上面的印刷 都是要有成本 越複雜成本越高 就好像搞定為什麼七點半 不是他鼓勵大家七點半上班 是這個最便宜 對 就販賣信仰變現嘛 而且你看他還特別聰明 他真的有商業的頭腦 我必須讚揚他 他說我一件T恤五百九 然後我另外再加掛15個 這種綠掛式咖啡 結果算了算了 咖啡咖啡 對對對 寶健哥你知道這個最聰明在哪裡嗎 跟早餐店一樣 早餐店你知道最賺錢是什麼嗎 咖啡飲料 飲料最賺錢 漢堡不賺錢 客人就知道 賣賣衣衣不夠好賺 我們家民國七十二年開美而美 七十二年開美而美 你知道那時候 做一包咖啡成本多少錢嗎 一杯咖啡賣十塊 成本一塊錢 再加上杯子 哈姆湯加起來成本三塊錢 對啦 我剛剛有幫你試算過了 十五包咖啡 綠掛式的喔 你知道他一包賣多少錢嗎 四十塊 貴死了 我直接去便利商店買才四十塊 他一包賣四十塊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麼 還是打折過的喔 寶健哥原本他十包賣多少錢嗎 多少錢 八百塊 我在那邊幫他宣傳 一包八十塊 一個綠掛式咖啡 八十塊 各位 喝的不是咖啡 喝的是信仰 喝的是價值啊 開什麼玩笑 那為什麼我說柯文哲 他已經正式 從政治人物的領域完全淡出 專心做他的網紅視野 看一下他的天下雜誌 收藏滿意度好不好 這是過去他2022年的 來 保留個第幾名 2022 我直接把他順下去 22 就第22名 吊車位 排排22個縣市 他排22名 對就做這一爛的 所以他講的難怪吧 柯文哲是什麼 沒有成績 只有成一 但我覺得有最誇張的事 好 他現在 說什麼 沒有成績 只有成一 對對對 他現在是成一 只剩下七點半了 對 只剩下早上七點半 可以出來說嘴 因為各位 你細思極恐好好去想像 柯文哲從總統大選選完之後 他到截至目前為止 他閉口開口 一般來講 縣市首長都很喜歡提自己勝機啊 比如說有人說 喜歡我說我蓋捷運啊 有人說我招商引資啊 有人說我找台積電啊 那寶德哥你知道柯文哲 他最喜歡說自己的政績是什麼嗎 是什麼 呃 7點半 我跟你講 7點半就上班了 每天都7點半上班啊 他講這一句話 我跟你講 至少講到我10次以上 不是 我對柯文哲 最佩服是你當了8年的市長喔 沒有一條捷運 在你手上捷彩 我們家旁邊那個萬大線 還遙遙無期 對 寶德哥 但我跟你講 你覺得他在不在乎自己這件事情 他不在乎嗎 他已經完全放開了 他現在一心一專心 他已經事業要把生意做好 而且也做得挺好的 先前還記不記得大家 他講說 我開了 我講蕭潮咖啡廳啊 後來是不是被人家吐槽 說你這個政黨經營違反 對不對 寶德哥 我跟你講 你知道剛剛那個木殼好店 木殼好靴 他是什麼嗎 他就是線上咖啡館 你都沒有注意到 對不對 他是不是賣一包一包咖啡 一包一包咖啡 價格一杯八十塊 是不是跟咖啡店一樣 咖啡店是不是會有周邊商品 對 所以他是在網路上先行試營運嘛 還是要賣咖啡 對嘛 而且我跟我講 在記者會上 他有被問到這個問題了 他把心中生意人的算盤 不小心講出來了 犯大忌了犯大忌 為什麼這樣講 記者問他說 不對啊 柯主席 你這個政黨補助款 我跟你講 你每一年 至少可以拿1.5億 你總統選舉補助款也1.1億 不是啊 補助款都發下來了 你為什麼還要一直跟小草要錢 你是把他們當搖錢草嗎 你知道柯文哲怎麼回答嗎 他回答了兩件事 他說 沒有 第一 這個是算是免費 沒有 省錢的廣告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喔 他們會穿著我們T恤 在外面走來走去 幫我們人肉廣告 他把這些小草當人肉廣告 我要買 給我給你買你的T恤 我要到你的廣告招牌 老闆哥他騙人 你有沒有知意到他剛才騙人什麼 不是免錢也不是省錢喔 是可以賺錢的廣告喔 因為你要當柯文哲的廣告 你還得要先付多少錢 付5009 還得要先付5009 T恤5009 對對對 結果他到後面呢 才開始亂扯 扯說什麼沒有啦 我就有希望年輕人 早上七點半喔 就可以趕快上班 衝到一個新的文化 各位 我把這個整個總結起來 柯文哲講了一件事情而已 他說 你們年輕人 早上七點半上班 爆肝之後 賺到每個月的薪水 記得來我的木殼好店 來消費 然後再出去外面 幫我通廣告 是不是死上聰明 聰明絕頂的商人 最聰明就莫過於遲了嘛 結果保留給你 你知道後來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後來覺得太怪了 我後來就仔細再去重聽他的記者會 結果沒有想到 記者是不是說 你把小草當成搖錢草對不對 這句話沒問題沒毛病嘛 結果在柯文哲的頻道裡面 完全聽不到這個字 搖錢草 他會變成你知道什麼 你把小草變成草 你把小草變成草 就那個搖錢不見了 搖錢不見了 然後也沒有聲音 然後就這樣 完全靜音了 所以難怪柯文哲辦公室裡面 掛毛主席的畫像嘛 因為在全世界 我跟各位講 我們這種亞洲國家 只有兩個人會幹這種事情 一個叫習近平 那第二個就叫柯文哲 竟然天才至此 可以把我們講 記者所念的東西 問的問題給屏蔽 但是不只是如此 他所有的商品 零零種種 現在都被人家檢討出來 除了T恤也五百九 手錶賣兩千塊 還賣手錶 而且不好意思 我有在夜市待過 跟各位介紹過 那個手錶跟講 那成本可能一百塊 我都覺得算有點貴 就很陽春 但上面有價值 有KP 然後賣喇叭 反正柯文哲 賣喇叭也是兩千塊 柯文哲系列商品 我就未來 只會層出不同 不斷推出 但我就訪問一件事情 請問這是一個政黨 應該做的事情嗎 或許你覺得不是 但因為柯文哲 如果以網紅來說 當得非常稱職 這兩天大家也覺得很奇怪 照理講 我們以前在公文版 我們跑新聞的時候 知道說 公家機關的公文 你是不能帶回家的 公家機關的公文 你走了 你就算這是遺詞 你都不可以帶走 就要說 現在從這個所謂的柯文哲 到這個黃曬山 到這個陳詹漢 每個人都可以把公文丟出來 那當然今天就問那個 他說 我們當然要自保 但這個公文都可以查得到 都是公開透明的 他說是你 怪是怪在 你講是福 怎麼可能找不到 本來跟來 第一件事情 公文到底是不是 公開透明的 其實根本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們是說 這個公文系統 都可以查得到嗎 那誰可以調閱公文系統 公務員 對 只有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而且 你用全縣的公務員 才可以調到 就你自己只能管自己的事情 各位 不要搞錯了 然後你說議員 柯雅宇軒 對 你知道議員 要怎麼調到公文嗎 要怎麼調到會議器嗎 拜託公務員幫他調 拜託府會聯絡人調 對嘛 所以這個東西 這根本不是什麼 公開透明的資訊 我們先確認第一件事情 好 再來第二件事情 現在整個台北市政府 陷入一個叫做 調公文大戰 什麼叫調公文大戰 民進黨想不想調 想 想 民進黨要調嘛 到處調 我要打國民黨 我要打民眾黨 那白衣的想不想調 想 也想調 對不對 我要護航我的柯文哲 對不對 國民黨也想調 但各位 你知道第一槍第一滴血在陳崇文被收押之後 誰先最先調到公文 誰 陳佑誠 民眾黨 很怪 怪事 就是靠岸澤現在臉書貼了這一份 就是陳佑誠幫他調到的公文嘛 對不對 好 那各位這時候問題來了 那我反問喔 民進黨有沒有要 有 國民黨有沒有要調 有 那為什麼 調不到 調不到公文 為什麼偏偏是陳佑誠調到公文 我就跟各位講一個概念嘛 請問蔣安安執安到現在才多久而已 整個台北市政府裡面很深嘛 還有柯文哲的人還在裡面嘛 這是第一件事情 好 再來第二件事情 請問一下現在還可不可以調公文 保留給你的報告 最近今天早上最新的一個消息 檢調出手了 檢調出手了 檢調來函 等一下 所以公文這樣的外線是真的不可以的 當然不行嘛 因為現在有一個案件正在辦當中 這個叫誰的案件 陳崇文的案件 對那你現在去把這些公文哩哩啦啦弄出來 那不就串共了吧 對嘛 你就會串共嘛 這不行嘛 檢調很慌嘛 好 這時候各位怪事來了 早上的時候已經公布了 說不行 我們要求台北市政府拜託你 不要再把任何的公文外調 而台北市政府今天有沒有下這個命令 有 要求各個局數不可再提供公文給議員 就算要提供必須要在上面所有的公文 印上一份 僅公議員問證使用 好 這時候問題來了 請問一下 柯文哲今天噼哩啪啪 靈靈種種 包括陳志涵 包括黃 姍姍 丟了多少公文出來 一大堆 哪一份有寫說 僅公議員參考 有哪一份 沒有 半份嘛 所以我跟各位講 只有兩種可能嘛 一個 內部還持續有 柯有有在把消息不斷的放出來 那陳寺還可以講說 我們是為了自保 然後這個都是透過公文系統 都可以查得到 對嘛 所以我 陳志涵你先在旁邊等嘛 我等一下處理你 你這個東西是不是一份一份出來的嘛 對不對 再第二種可能 寶鐵哥是什麼 本來就已經收好了 所以這就是回到 你剛才講的嘛 陳志涵說什麼 自保 防身 自保 防身 各位防身什麼概念 你會把什麼東西拿來防身 有問題的 有危險的 而且防身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利涵 你今天辣椒噴霧在身上當了防身 你是要隨時走到一半 然後才趕快去買 還是你一直都有準備好 一直都有準備啊 這才叫防身的概念嘛 所以陳志涵聊爆了嘛 那我就問嘛 為什麼你覺得這些都是怪 陳志涵會有事情嗎 那你怎麼會覺得這些是有問題呢 你要問陳志涵啊 你怎麼會覺得這個案子會有問題 你要把他在身上呢 我很難想像 如果他被進去怎麼辦 對嘛 這很奇怪嘛 好 那再來第三件事情 到底黃珊珊也好 柯文哲也好 以及陳志涵還好 我跟你講這些公文是哪裡來的 你們不要說謊哦 你知道為什麼嗎 公文都會有紀錄 如果今天不是民眾黨的議員幫你調 而且或者根本調不出來的東西 放在你身上 那就大有問題了 這時候我們就要講到了 來 黃珊珊公佈的 陳志涵公佈的 寶杰哥那叫什麼 議價的紀錄嘛 他說我有12341M2M 然後包括幾M 所有的價格羅列 寶杰哥你有沒有看到那一份 你知道這一份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嗎 什麼 詳細價目標 各位來各位 這不是公文調出來的東西 我再講一次寶杰哥 這不是公文系統調出來的東西 因為這個是廠商合約裡面內容的附件 廠商的合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雖然不用封存30年 但請問寶杰哥 我今天競價跟各位廠商競標投標 我的價格可以讓別人知道嗎 當然不可以 隨便一個議員可以來調我的價格 當然不行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密件嘛 所以你亂聊聊爆了嘛 怎麼會把這種不該丟出來的東西都丟出來 所以 陳志涵有個萬安市長晚安 今天講萬安市長大動度部宣布 啟動解除柯文哲106年定的 3M2200元費率的合約 可是市長106年根本沒有定3M的 這個所謂的3M的這個費率 他說 市府可以延續解決一支票 重點是 當你弄出這個詳細價目標的時候 你把這些價格全部弄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違法的嫌疑 對 不是有這份文件本身 它就會有違法的問題 我再講一次 因為這份文件不是公文系統 它不是會議紀錄 不是任何議員或者說公家機關可以去調到的東西 它是屬於合約內容裡面的附件 而且我已經再三確認過了 包括現行的議員就連台北市政府 都不能把這種事情調出來 甚至供諸於事 所以陳志涵 當你想要替柯文哲曾經說 哎呀106年的時候他沒有 對啦我知道他在109年的時候定嘛 大家都知道我們講好幾天了啦 不要再跳針了 那我就請問你陳志涵 你這個東西哪裡來的 否則我就只能合理懷疑喔 因為相關只有幾個局數單位啊 資訊局嗎 還是什麼局數單位 是由內神通外鬼引渡出來的文件 會有內神通外鬼 當然是內神通外鬼嘛 否則我跟各位保證 你現在要求所有不分藍綠百的議員 都找不到這份文件 也沒有辦法透過公文系統調出來 再來各位還記得我剛才講前提嗎 如果台北市政府已經下令了 不能再把公文書會議紀錄丟到外面 你要丟到外面 你就要有議員問證專用 那請問一下 為什麼柯文哲陸陸續還有這麼多公文 而且我跟各位保證 他接下來還會沒有 他還有 他絕對還有嘛 所以我現在就坐在這邊等你柯文哲 你就陸陸續續一份一份丟 一份一份丟 到時候丟到 到底內部人 誰跟你串通 誰跟你串控 誰協助你把這些文件通途 統統都會抓出來 而且再來 如果這些人平白無故 要幫助你柯文哲 只有兩種可能 一個叫做民眾黨支持者 另外一個叫做什麼 涉案關係人 涉案關係人 所以市長 這個水那麼深 剛剛講 好龍斌今天開了一個大門 弄了一個喪權辱格的條約 4億元 25年 可是剛剛講到 這只是開個門 真正的大水管 真的跟這個警察局的合約有關係嗎 對沒錯 我昨天講過 事實上在整個這個 所謂母約的訂定過程裡面來說 的確是好龍斌訂定的 但是他都沒有執行到大部分的案子 所有的這個 跟台資光所有生意往來 其實都是在柯文哲任內的一個狀況 那剛才大家講到說 當然他可以 他現在當然是說 當初他就知道有弊案 可是問題是 有弊案你當初沒有做 那沒有做 你跟他合作了8年 你現在還在講 卸任的時候講說有弊案 那顯然 你現在有弊案出來的時候 你當然一定在這裡面 我覺得恐怖在哪裡 你剛才講我忍了8年 你可以說我 我無可奈何 你說我被他威脅的 你剛才講說我要斷續3天 我真的害怕斷續3天 這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柯文哲也不會有責任 可是如果說你不但沒有處理 你還給他加碼 你不但加碼 你還加大 你剩完這樣你就完蛋了 對 沒錯 事實上他執行了很多好龍斌的 這個合約裡面來說 因為跟台資光當初的合約 是有保底的嘛 所以你一年要給他4億 那是沒有問題的 你的確要給 可能要給他非常多的這個狀況 OK 那4億那都是在合約的範圍裡面 但是那個是FTTH 就是for我們台北市的光纖網路 他這樣子 他當初訂閱是這樣喔 但是他訂了這個 這個CCTV這個合約 是另外一個專線的合約 另外一個 所以不是好龍斌那個 所以大家講的沒有錯 所以他是從好龍斌的主約邊 替以外伸出一個新的約出來 跟這個所謂的這個警察局之間的 這個專約嘛 CCTV的電視的這些綁定的 這些狀況 但大家講說其實 大家都說重點是在這個監視器 不是 其實重點不是在監視器 監視器那是小錢 那是一筆就可以解決掉的問題 重點是在傳輸費 因為他傳輸費就變得不一樣了 所以為什麼現在大家在增 太周啦 對 為什麼現在大家在增 傳輸費就是這個地 2200塊 如果你用TGS 用光纖的話 只有1700多塊 所以一個是差5000多 500多塊 500多塊一年就差8000多萬 這就是為什麼解掉合約的時候 你看 你看這個黃三三就說 明明我們4.6億就可以做 你為什麼要做到5.5 因為就是差這8000多萬嘛 那反正你解掉的時候 他就可以降到跟你一模一樣的 4.6億 對 所以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等於是價差8000多萬的話 一年8000多萬 一年8000多萬 你看 10年8億 合約還有20幾年 還要走喔 所以這個等於是有20幾億喔 20幾億來說 你知道為什麼當初 陳重我看 為什麼會願意收了幾千萬 你就要這樣搞 因為你這個是長期的合約下去耶 這長期 這20幾億這個 我跟你講 傳輸費跟電視 跟所謂CCTV的是不一樣的喔 我買這個電視來的話 我跟你講那個毛利期都很低啦 那個了不起 可能10% 20%就打死了 但是傳輸費是10打10的耶 我已經建好網路的時候 每年可以收這個收出 這是10打10的 那是經激目 所以為什麼他們都在講費率 費率費率費率 因為其實重點就在費率本身 到底你為什麼當初 訂了2200塊的合約嘛 那現在就說 我是基於這個你的母約 你的母約來說 1700多塊 那我把它這個 這個所謂的 從一年這個700多塊乘以3 你一妹是700多塊 我乘以3 這樣子算過來嘛 可是問題是我就講 這其實裡面來說 當初訂了這個母約裡面 就說你一定要 比現行的費率都還要更低喔 可是問題是他這個費率就是沒有 你沒有比現行費率更低 那你這個費率的根源在什麼地方 也不知道 難怪今天 講師傅有特別遲疑喔 第一個 你這個費率計算根本就 根本不知道怎麼來的 第二個是 你沒有照著市價走 搞得半天 我不是給你開一個空投支票耶 今天就算是好龍民 簽了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 它也不是空白支票 讓你可以為所欲為的 對 所以也就是說變成是 這個變成非常重要的重點 好 那為什麼這個會非常重要 大家聽了這麼多 那照理說 台資光跟台通光 兩家公司要賺大錢對不對 我跟你講兩家公司都沒有賺錢 為什麼 台通光都是賠錢的 台資光去年才開始賺錢 也就是說 開始要收錢了 對 沒錯 就是現在才開始要賺錢的時候 結果你把這個費率砍掉了 那當然就是 顯然這裡面就有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出現了嘛 所以陳崇文就跑出來了 對 那好 那李柯文哲為什麼要設這個 這個這麼高的價格 因為這樣子的話 台資光一年 台通 台資光一年可以多8000多萬 我看來看去來 最肥的應該就是這個合約 因為這個傳輸費的確 一年8000多萬 對台資光來說是非常補的 所以 會贈 原來賺錢是這樣的 賺錢是在那種 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我跟你講這整件事情 其實是涉及了 三個台北市長的一個集體收賄 或集體涉探案 那我其實就為了我一個朋友 他來跑那個相關的產業新聞 我說中華電信 當時為什麼沒有來弄這個標案 他說誰告訴你 中華電信沒有來弄這個標案 有弄標 那我說那為什麼 中華電信沒有得標 他說因為台資光弄了一個 政府零出資 政府不要出錢 所以這代表什麼 不要錢的最貴 為什麼他用 他敢跟你說我政府零出資 因為他就是要用這個東西 匡你好龍兵 簽下這個獨門生意 所以他們當時就說不對 那個中華電信就說你這樣弄這種東西 你哪一盒 你哪一盒 那其實中華電信 為什麼要來搶這個標 也不是說你要幫你建置這個 他本來就有了 對 他就是著眼的就是監視器傳輸系統的 這個最大的肥的這個筆 但是你那時候 你不能直接說 我要綁那個 不行 因為你要公開 所以所有事情其實你要一起看 為什麼 因為在好龍兵簽的母約裡面 母約裡面有個地標 第八條非常重要 他說根據這個本採購合約 8.6條規定 市府所處機關 學校大眾運輸系統 都要優先租用 花壺 包括警察局 錄影監視系統 各機關可租用部分 由台志光跟各機關簽約 以開口簽約的方式辦理 換句話說 當時在母約已經綁住 那所以可不可以就無辜的 你綁住了 我不得不簽這個約 不對 問題是價錢是你談 所以我朋友說這個是太厲害 你說這個真正送到司法裡面 所以他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你可以優先租用 那你優先你還是可以比價 優先不是必然給你 第二個就是你就算說我優先租用 你還是有談價錢折衷的空間 結果你完全棄手 所以我跟你說 這個案子兩個市長都逃不掉 為什麼逃不掉 第一個你給他弄獨門生意 你等於是說他主要都是他 他現在都變得你很難去跟他講 而且你們剛剛講競價對不對 他是GNS 就是政府這個系統裡面的 他可以要比人家便宜 但是他沒有跟你說要比民間便宜 那為什麼他沒有跟你說比民間便宜 因為這整個系統 是我砸了100億去蓋出來的 所以多少錢我也可以稍微 可是稍微是跟著整個相關的系統比 不是跟你中華電系這種民間系統比 所以他其實某一種程度上 他也是給他一個綁住了 所以郝龍斌這個地方 絕對逃不掉 但是郝龍斌一定有問題 你一定有問題 為什麼你會去簽一個這樣的約出來 等於是給了告訴大家說 所有人只能跟他做生意 獨門生意 你獨門生意之後 你等於是放棄你市政府的 整個一個網路的自主權 你這樣認人宰割啊 宰醫可以給啊 宰供 我家弄100mine 我才弄900多塊 他幾mine 什麼3mine 2200塊 你也太誇張了吧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 就是因為你已經讓當時的母約 讓他獨門生意 可是第二件事情 獨門生意是沒有錯的 2200塊 也是你柯市府裡面決定的啊 所以現在來了 柯市府 難怪柯市府 這麼在乎這2200塊 我跟你講 他們現在兩個很有趣 因為如果你真的檢教推查下去 郝龍斌就說 我沒有簽到價錢啊 價錢是柯文哲簽的 那你如果說柯文哲進去 他說我們要綁獨家約啊 是那個獨家約是郝龍斌 所以他們兩個 現在大家為什麼看他們在吵 就是大家各自在把各自在推這個問題 可是我跟你講 誰都討不掉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一連貫下來 你柯文哲當初認為有問題的話 你直接都送了零證署嘛 你為什麼沒有送 好 再來我跟你講 柯文哲最大問題在哪裡 就是在109年6月12號的 那一個會議裡面 就談到2200塊的那個會議裡面 剛剛提到 一個蘇慶的一個秘書長 再來就是一個參議員 參議員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資訊局的一個專門委員 反正簡單來講 幾乎全部都是組長 所以換句話說 我跟你講 這兩個東西其實都逃不掉 第一個就是有人開了這個大門 引狼入市 第二個是有人助紂為虐 那我問你一句柯文哲 你當時為什麼不把這個東西直接送 連證署直接送點檢調 因為他不想擋人財路啊 搞朋友嘛 這個問題又不是我簽的母約 我只是我頂多是沒有揭發而已 所以這整件事情 查到下來的話 我跟你講其實兩個人都逃不掉 本來是民進黨丟了很多的公文 丟了很多公文還講說 我是問了自保 而且說這些公文 在公文系統上都可以查得到 好像拿這些公文沒有問題 好 你會丟 現在民進黨就跟著你 大蛇水棍上 也丟出來本府廉政透明委員會 第八次會議的逐字稿 逐字稿裡面 他講說你的討論事項是什麼 討論事項是議員質詢 本府光鮮道府委外建設案 以涉圖利請廉政透明委員會 立案調查 那如果照這樣講 你不是講你對他不滿嗎 不滿八年嗎 不滿八年 這是你的第一年 你的第一年照這樣 你就開始刀可以拿出來 到底可以處理了 沒有 從裡面的會議紀錄可以看到 柯文哲開到一半就跑了 開到一半跑了以後 接下來講說 占卜立案調查 那你告訴我說 你今天 你對他忍了八年 你對他無可奈何 可是你真的刀拔出來以後 你又乖乖說回去了 寶傑 這個廉政委員會當時 他剛好 剛進市政府時候成立的 找了一篇外面的這個 各方英雄好漢 結果後來搞了失控了 你知道嗎 那這個你要看今天這個 有關台志光案子的時候 有人提出來 就表示有問題對不對 對 那這個時候他如果立案調查的話 會變什麼結果 會怎樣 會查下去 這個變成另外一個 就變第六大必案 那現在我們再對照一下 昨天黃珊珊跟王世堅的講法 如果黃珊珊跟王世堅的講法說 這個罪魁禍首是誰呢 好龍斌 所以只要這個案子成立的話 好龍斌那個案子 不是一送法辦嗎 對 或是好龍斌後 這個台志光案子之後 台志光的案子之後 從此煙消云散 這個沒有台志光案子了 所以他為什麼今天把這個取消 所以我敢講 从此推论 在2016年的时候 成立廉政委员会 他把廉政委员会 有刻意的取消的那一个刹那 就表示他跟台资光的人 已经有一些触碰 接触上了嘛 接上头了嘛 就接上头 所以他就把这个留在手上 是变成郝龙斌开的门 然后呢 这个所有的餐厅呢 是郝龙斌开的 对 厨房是郝龙斌安排的 然后菜端出来谁吃的呢 柯文哲在那边大块朵鱼 吃吃吃吃的开心 整个局就变成说 好龙斌炒的菜 柯文哲把它吃到现在 对 因为这时候 他这时候在舌头 在开头干掉 不是没事的吗 对 为什么开头不干掉 对 你丢到廉政委员会 就代表 大家觉得是可以开刀的 对 廉政委员会是很多人 大家乱丢 当时有很多人 我也有丢啊 大家都有 周玉寇啊 郭正亮我们都有 可是我们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不知道台志光 我们知道五大弊案 就是我帮他弄的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个时候 他就证明了 他当时刻意 留下好龙斌的 这个案子 都做活口嘛 活口的目的何在呢 他自己享用嘛 所以这个更证明了 他刻意留下这个案子 然后更证明了 反过来 你看到 黄珊珊昨天 跟王世坚讲一句话 他把合约拿出来念 这个合约 他说 郝鲁当时定了个合约 这个合约当时只要有不法行为的话 就可以取消合约 要有不法行为才可以取消合约 王世坚这个人比较直爽 就直接跟他讲说 没有这回事 我们政治处理就把它取消掉了 可以政治处理 政治处理啊 就王世坚早就知道这个事情可以取消合约嘛 那就是黄珊珊不知道这一段 但当时就是柯文哲比黄珊珊更早的时候 就保留了台志光在他手上 慢慢的享用至今到今天东窗事发 刚才讲这件事情 已经变成台北市前后市长的火拼了 今天居然就问 我觉得这个故意放的消息 台志光的案子 会不会把柯P跟前朝官员移送法办 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居然讲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保安哥说你现在看懂 想来讲万安市政府 他们到底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嘛 讲白了今天一连串组合拳 最后就要出杀招 对不对 来各位我们从源头开始讲 台北市政府做什么 第一先把柯文哲的合约废止掉 对不对 那那时候柯文哲还在一直 包括讨论说 这个合约不能废啊 这个合约要继续啊 还在争辩嘛 他说你在乎的是两千两百块 可是这个地方没有两千两百块啊 对嘛 合约废掉之后 台北市政府紧接而来 跳出什么问题 来开始爆料了 一篇一篇公文接着来 第一篇公文先跟你讲 你柯文哲当初在费用订定的 是你订的 在第二篇公文跟你讲 请问一下你柯文哲 有没有按照原本的母约合约金属 没有 没有合约金属 那这个叫什么 弊案 这叫弊端嘛 所以台北市政府 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开始把柯文哲的一个一个弊端 端到台面上来处理嘛 来各位 我们一直在讲 台北市政府包括奖务安 执行到现在为止 大家一直在期待这件事情 但你应该把前朝的弊案给提爆啊 结果如今反过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 是柯文哲一直在咬奖市府 结果反而给他们逮到机会了 因为这个案子里面 你柯文哲从106年 他们听到很清楚嘛 说真正CCTV的猫腻是出在106年的那一份纸约 请问一下这句话谁讲的 台北市政府讲的 不是我讲的喔 所以你直接看懂了嘛 所以那个106年的约是关键 你想那才是柯文哲的母约 对嘛那是柯文哲的母约嘛 但是我讲这个评论 台北市政府讲就有意义了喔 代表接下来下去他们要做什么 查 一个一个查 包括你相关厂商的合约 包括你相关柯文哲的内容 包括你的会议记录 来各位 我们是不是有看到一份会议记录 讲109年柯文哲2200块 怎么订定出来的 包括这个薛新秘书长 为什么在40分钟内 就把他禁述通口 保德哥这是不是问题 是问题 这通通都是问题嘛 所以他现在今天因为 他这个叫做什么 发号司令嘛 包括我们先把你料 接二连三的 一个一个报出来 然后跟媒体放话 跟媒体讲 我就问啊 今天会不会有一个记者 突然没头没尾的 跑去问台北市政府说 那你们要不要移送柯文哲 移送前朝官员 你说这谁好的 谁好的嘛 所以代表这是在跟柯文哲喊话嘛 没关系你柯文哲 想要把锅甩到我们台北市政府头上 来 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接下来我会把一条一条 你相关的案件 相关的公文 相关的文本 全部调出来 然后把这些东西 送到哪里去 我可以移送检调啊 我可以送检调申办啊 我可以让他他治安处理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现在台北市政府里面 所有人都没有调公文的能耐 为什么 因为现在已经明文禁止了 说因为检调要求说 我们台北市政府不要再调文件 但我跟你讲 有一个人可以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就现在出来讲话的人 因为嘛 就是他可以嘛 所以代表台北市政府 现在有一个特别的作战小组 而这个作战小组 可以调资料 对不是为了舆论 也不是为了攻防 而是要去查 柯文哲在任内 到底有哪些弊案 台北市政府玩真的吗 当然玩真的 你觉得他是玩真的哦 对嘛 各位 柯文哲玩什么 玩假的嘛 柯文哲玩什么 第一时间原本是为了合约 第二时间是为了自保 黄珊珊到现在 还是在为了合约 但蒋万恩为了是什么 蒋万恩为了是要打弊案 而这个弊案 现在当英伟讲说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时候 代表一件事情 2024年蒋世福的五大弊案 他没有五大 他第一大弊案已经出来 而这个主角会是谁 柯文哲 就是主事的柯文哲 你后面刚才讲 你还有很多东西 还有市场的 一些有的没有的 还有你今天不是讲说 你今天出这个东西 你自己也给了很多人方便啊 宝家哥我们现在 随便列举几个就好了 市场先不谈 光这个案子来 第一个 请问一下到底有没有人在泄密 泄密能不能抓 可以 会不会违反 对不对 那你陈志涵为什么拿到那个文件 泄密这个案件能不能查 可以查 来 2200块 为什么40分钟就把它解决掉 可不可以把这个秘书长调来谈 可不可以把他查相关记录 到底当时的会议是怎么开的 对不对 好我们再来 柯文哲你的监视器 请问一下 为什么那时候坚持 一定要用200万话数 有什么原因 价差差了这么多钱 而且要国外的 一下16亿就这样没了 16亿不是一个小钱哦 那你柯文哲 你如果用国内的话 你可能8亿就解决掉了 对嘛 好那再来请问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 你问了省8千万 然后你省8千万叫了一直叫叫叫叫叫 8亿就这样没了 保证哥 今天柯文哲有谈到这个话题 今天柯文哲讲到这个网路速度 他说我没有 我坚持要2妹 那你 最后你为什么要给我3妹呢 对不对 很奇怪啊 他说当时 那我就问柯文哲的主张是说 因为根本没有那个需要 网路速度根本不用那么快 那奇怪啦 那你为什么全部通通要200万的镜头 因为你这样讲的就是同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画质嘛 所以你搞懂了嘛 柯文哲现在包括他去推这些事情 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把这整个责任 给甩到外面去嘛 来 但我最后补充几点 陈志涵讲说溜嘴 他说什么 那我们留这些资料 留这些记录 当然是为了要防身啊 保护哥 什么样的人需要防身 心有恐惧的人 心里有鬼的人要防身嘛 来各位 你在看到柯文哲的最后 他说 最后一个认内 他说把那个公文调出来 我跟各位讲一个内幕啦 那个公文 柯文哲说 我最后批的一个公文 陈又诚帮他调 所以代表这是什么 指定调 而且我在跟各位讲 陈又诚怎么调的 请相关局处 把柯文哲任内 最后一份公文给调出来 保护哥代表什么意思吗 他很清楚自己 在什么时候 批的这个公文 这个公文像是什么意涵 因为其他所有议员都说 请调台志光相关的案子给我 这代表什么 陈又诚是被指使的嘛 谁指使你 为什么要调这个公文 我直接讲白了啦 今天这个副议案 怪之怪在哪里 议会是说 我要给你多一点的钱 给你多一点的花 结果柯文哲说 你这样给我太多钱 我自爱难行 扫来了这一份公文 这个布议案 单纯只为了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就叫做 刘存餐 为了是未来 撇承认的 撇承认 所以这副议是打假球 是保命符 司法案件的保命符 你柯文哲特别叫陈又诚 去调了一个司法案件的保命符 所以保护哥你懂了吗 为什么柯文哲第一篇po文 什么都不po 什么都不讲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意思就是说 我无罪 跟我没有关系 请检调 不要来找我 这才是柯文哲真正最大的目的 好 宇宏 今天英伟放话了 今天台北市放话了 有没有可能 你刚才讲的 将柯文哲跟前朝官员移送法办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也就是说 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对 其实保护哥 我跟他跟你讲一个秘密 英伟在讲这个话之前的话 一定有问过检调人员 以官员之间 还有机构之间的话 他不可能今天性质一来 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他一定有起他们的法务系统 台北市政府有阵风系统 阵风系统里面检察官 地检署来的 一定是有问过这个系统 所以他们应该是准备要出手了 那为什么他们准备要出手 要把这些前朝官员跟柯P来送办 为什么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其实是柯文哲把自己逼上绝路的 你一直在对外放话 蓝绿勾结 议会跟财团挂钩 你讲这个东西 你把蓝绿讲出来 那现在只办了一个陈从文 陈绿的呢 这个事情能够收拾吗 也就是说你说蓝绿一块购物钱 就代表不是一群人 而且你刚刚讲 你自己没有问题 代表别人有问题 代表你什么都知道 对 所以这个东西 对他们来讲的话 一定第一个有问过 第二个 柯文哲你一直在讲 然后甚至今天又加码一个 陈从文 只是霸占桃 霸占桃 那你这个东西后面 谁是霸占桥呢 你这个后面的东西 是不是一定还有 所以检掉这家来讲 可以放过柯文哲吗 不能吗 不能放过柯文哲吧 你要怎么放过柯文哲 如果柯文哲 这件事情过关以后 从此把这东西 一直讲一直讲 一直讲一直讲 那么其他人 会不会怀疑 检掉说 那些人一直在讲 这家电视也在讲 这家会也在讲 你可以不去问他吗 他都已经呈堂 那都呈堂正购 这事情有问题 他没有问题 他没有问题 代表别人也可能有问题 还有他讲的 这个陈从文 是霸占桃 还叫说 你快警告所有人 你给我小心一点 对 所以他现在来讲的话 可以说是把自己 逼上绝路 然后柯文哲 把自己逼到真正的绝路 其实是他跟蔣事夫 这边对杠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 蔣萬安市长 没有打算 要这么硬的 处理这事情 是他们一直击破 一直压 甚至把公文丢出来 公文可以说是一个 市政府机关的一个 最低的一个威嚴 你的公文 前朝的人一直拿出来看 拿出来看 我这边调不到 你一直有在调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英文现在来做的事情 其实很简单 打个公文 之前的公文我调不到 没关系 打个公文 韩送就好了 只要韓宋之后后案并前案 反正案子都在地检署 当然有地检署 有这一个 台北市政府 韓宋过来的公文之后 那就没事了 马上就可以把这人叫来讲 叫来讲之后呢 那就跟现在在监索 在看守署的陈从文 就可以绑在一起了 因为陈从文 你说这个案子要成 其实蛮难的 他凭什么 他除了比较壮硕一点之外 他真的在议会有这个实力吗 如果没有 市府的人配合 你这个案子你要怎么成 这样也水吗 你这样看 他们当初办他 预算不是他编的 预算不是他执行的 他只有三预算的权利 他是不能在这边 要求说我要怎么办下去 没错 所以刚刚讲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对那个 106年的那个合约 非常有兴趣 因为所有钱的根源 是从那里来的 没错 所以陈从文确实是一个霸杖头 可是呢 他是绑霸杖的那个绳子 里面的肉 肉是什么 肉就是钱 怎么用把这钱给弄出去 里面才是肉 所以呢 有没有人配合 如果这个因为 他们真的把它送过去 其实很简单 韩送就好 韩送之后 检察官就可以发动 把这些人骂上 骂掌 整串都拉起来 好瑞德 这件事情 真的可能向上延伤吗 真的可能把柯文哲移送吗 我都不可想象了 这件事情呢 那么现在到底会 这个延伸 蔓延到 扩大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看检察官跟联政署的态度 很简单 为什么 人现在压在手上了 陈从文在手上 不要忘记一件事 其他还有交保的几位 其中还有一位 不是在台北市殡葬管理处的 这个府会联络人 那一位吗 不要忘记一件事 我听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那么李明贤他们说 其实他们都有周旋在 早在还没有退休之前 就周旋在议会议员 那个办公室这个之间 如果检联单位 能够查出这一位 所谓的殡葬管理处的 这个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 虎会联络人 他真的有帮这个 等于说 这个台 还是光讲话的话 帮他穿梭的话 那时候说 只要你有咨询到 就会带人到 这个你的办公室去说明 甚至还会送一些礼物 如果软硬监视 如果软的不行 就来硬的 所以才会 你看那么凶 那么凶悍的去骂这个 等于说警察局长 那么凶悍的去骂说 如果那个 你讲完 台北市长还干得下去吗 你就知道 那么如果他曾经拿过 这个台资官一毛钱就好 他还没退休前 拿过一毛钱 如果检联单位 在金流的部分 能够查出来的话 我跟你讲就bingo了 很简单 就整个bingo了 那么到底会不会拿他 做这个所谓的污点证人吗 因为他是市政府 跟市议会的桥梁 当然 市议会这边是陈崇文 市政府咧 他了解的最多 到现在到目前为止 没人敢担啊 你知道吗 到现在为止 没人敢承认啊 即便收押的陈崇文都说 但是只差没有讲政治破坏 这样而已嘛 所以你就知道 这件事情 包括克文哲 自己都说 陈崇文是骂帐头啊 他是台北市长 他最清楚啊 他最了解啊 那这个过程中 这八年来 这八年来 等于克文哲做市长 这八年来 他一定知道很多 是谁在施压嘛 然后呢 其实我告诉你了 民进党的议员 已经把 那么从郝龙斌 这个等于说 跟那个台志光 签约以来 全境在议会 咨询过的议员 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全部都查出来了 有赵本宣科的 但是又像陈崇文一样 目前减联单位 还没有动索约谈 或搜索的 其他的市议员 也是非常强悍的 至少有两位以上嘛 一男一女两位以上嘛 所以呢 这件事情 有一男一女 这件事情 如果只是靠议员 就能够这样 不可能 就这样过关了 不可能嘛 那我问你嘛 不可能嘛 没有相关配合 瓜吉 我刚刚那个 前一个小时的时候 讲过了嘛 前台北市议员 瓜吉都说 连消防都能够插手了嘛 所以消防警政各部分 全部都下 我跟你讲哦 消防这部分 跟警政这部分 他事实上是可以 不要跟台志光签那个 所谓的纸约的 不用签的 他可以不要签啊 还是签了 问题是他可以给 中华电信做 给其他当中的做嘛 所以呢 没有别人 没有市政府里面的人 或许是基于威胁力 又被压迫等等啊 没有配合的话 单靠议员 施压有用吗 这个台志光的案子 你整个看下去 我觉得整个台北市政府的府会 根本就已经烂透了 刚才讲 你不是市政府有人 你今天议会 根本有一个庞大的力量 再帮台志光来讲话 这出来怎么样 今天一开始是吧 你是什么 大马路啦 小马路啦 你说监视器 可是谁 让他进到校园 让他进到医院 让他进到社区 那都是在科市府里面 就是科文哲任内 也就你嘴巴在讲说 我受购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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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集合了 联合贪污 可是你一方面 大开方面之门 开了很多很多的门 然后让台志光 进去哪里 进去这里吧 刚才讲的 去学校啦 联合医院啦 税间居增处啦 公共 比如说是公车处 你等于说 你嘴巴讲的 跟你做得完全不一样啊 对 没错 事上科文哲呢 等于是说呢 他把这个责任 全部推给 这个母约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必须说 子约或是后来的 执行单位 其实都是他 现在郝龙斌 为什么他跟他 或许他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从头到尾 他可能都还没有 执行到这个案子 他只有签约这个部分 为什么只有签约这个部分 这个签约这个部分 可能是 这个郝龙斌要负担的 这个相关的问题 我觉得他签约 是了流标 最后一次才得标 那得标者是台通光 就是现在台资光的母公司 那因为他要执行这个案子 他把它转移给这个台资科 所以当时台资科才成立 台资光才成立了这家公司 他成立的时间是在2011年才成立 那后来呢 这个台北市 当然就跟他签约 完成这个案 这个所谓 这个光纤的运作 可是他到2013年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才跟他说 你可以开始盖这个所谓 这个市区里面的 这个些所谓光纤 一直到2014年的 7月NCC才说 你可以开始营运 所以到2014年7月的时候 他才可以开始营运 所以他那些约都还没有签 就是在这样子 那后来到2013年 那时候有一个公司入股了 因为原本的这家公司来说的话 是这个百分之百是 大部分只有台通光持有 但是到2013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约已经准备要运行的时候 2013年红海进来了 红海其实是台资光的第二大股东 第一大股东就是台通光 那第二大就是红海 红海目前持有大概三成左右的股份 所以就是说他们可能当初呢 因为2014年选完的时候 如果假设是连胜文当选 那这个案子就继续转下去 没有问题嘛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当初写的剧本 可是后来就是 因为后来是柯文哲当选 当选的时候呢 如果柯文哲如同刚才讲的 照理说你如果觉得这是大逼案 因为他后来2022年他要下任的时候 他就说他一开始就觉得这个是大逼案啊 他说怎么一个公司95%的业务都是 台北市 好那你当然当初知道这件事之后 你应该当初就把它点出来 他没有点 而且他后来还陆陆续域执行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开始执行的时间点 从2015年嘛 你看开始的2015年 都是他上任之后啊 2015年 所以这个案子 台北市联合医院 2015年 台北市立大学 2015年 台北公共运助署 我们写的公车署 2017年 包括台北公车署 台北市立大学 一样 2018年 对所以为什么他现在没办法自圆其说 就是因为 他既然说这个有问题的时候 那你当初 为什么还是让他这么多 这个状态 一直都是你在执行 所以为什么郝龙斌好像 好像劳心哉哉 因为我就把这个约谈下来 但是执行者其实都是柯文哲 不是我觉得郝龙斌现在什么 死猪不怕滚嘴 当过台北市长 像他现在遭遇的只有他一个 当过台北市长 基本上都是登龙之道 都直接要冲总统的 他连一个基楼式的立法委员都选不上 代表那五大必然 对他来讲 那是追星刺骨的痛 他在政治领域上已经没有了 他说没这么好讲话 要告就告 我虽然烂命一条 可是你柯文哲是未来有前途的人 你才是别人要攻击的法治 所以为什么 现在柯文哲在整个案子里面来说话 像什么两M3M 传输速度费率什么问题 都是跟他有关 所以其实 现在民众党就是把他推到这个母约 可能问题是 细则执行 全部都是柯文哲 那因为你在执行的过程里面 现在陈从文出事了 那你怎么办 你这里面来说 这些都是你在市政府之内 执行的所有都是你 跟郝隆斌其实关系不是很 就是说在执行这个部分 是跟你有关系 跟郝隆斌无关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你不能一推二五六 对 那所以他现在为什么很紧张 就是这样 那他也知道说这个问题 可能这件事情 可能真的会烧到他自己 所以他把很多公文都带回家 可是问题是现在看起来的话 这里面来说可能跟他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关联性 可能他没有办法这个离开 因为真的执行者是他 那这些所谓的费率最后的制定也是他 然后两枚三枚那些所有争议都是他任内的 那这些你要说就是这个母约的关系 其实这都跟母约可能恐怕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雨昕 没有想到 在漩涡之中的是柯文哲 对没有做一点仔细观察 这个现象很奇怪 民众党理论上应该有三个人物嘛 一个柯文哲 一个黄珊 一个黄国昌 结果现在毛起来最紧张这个案子的是哪里 柯文哲 还有黄珊珊 黄珊珊就在刚刚还在发点书文嘛 黄珊珊也紧张了 对 发的频率都快要跟洪生案一样了嘛 1 2 3 4 5 6 7 8篇一直往前丢嘛 那我就问各位 怪是怪的 第一个 柯文哲是四组这个东西我们确认了对不对 那黄珊珊他处于什么样的角色 他是资讯局的主管机关嘛 他是副市长嘛 他督导资讯室 对所以各位你要搞清楚这个点哦 因为当你今天把镜头转到黄国昌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怪事情 你知道黄国昌今天在干什么 还在骂蔡英文 连续发两篇文章骂蔡英文 还有做什么你知道吗 跑去立法院 草语协商跟柯泉民大吵大闹 然后全世界都在跟黄国昌讲一件事情 台资光台资光台资光 黄国昌有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完全没反应 是不是够我看懂 因为你如果从政治的逻辑去解读这件事情 不通 因为政治的逻辑解读是什么 说哎呀黄珊珊想要选台北市长 对不对 所以跟着柯文哲一起去打蒋万安嘛 打了蒋万安之后呢 两个人就可以这样渔翁得利 民进党搞不好还会加奖他 然后去礼遇他 礼让他 但我跟我讲不是 我现在搞懂了 这两个人都想要转污点证人 都在逃命嘛 黄珊珊为什么要给力的 这个澄清然后辩驳 因为会不会他在当中也有扮演角色 他也有份 否则黄珊珊立法院忙得要死 你看他什么时候这一阵子去理过柯文哲了 没有 理都不理 对不对 那黄珊珊在柯文哲打入这个战场之后 莫名其妙又把矛头转回去台北市政府 不是啊 黄珊珊他为什么要去当立委 就是因为他当议员当立了 当副市长当立了 好想当立委嘛 怎么会这时候又转过回头来 跑去纠缠台资光这个案子 不合理嘛 那再来柯文哲卸任之后 现在你说他矛头对准奖案 结果我们一个一个爬梳 从106年包括泰幻全部监视器 到后来的两妹三妹 我们讲世西公司做出来研究报告 都验证一件事情 你柯文哲脱不了关系嘛 所以把我看到这边你搞懂了嘛 黄珊珊跟柯文哲在干嘛 根本不是为了政治气图 也不是要跟民进党合作 你看到当王毅川讲这些句话的时候 你就理解了 你有没有跟陈崇文私下吃过饭 两个人在干嘛 逃命嘛 忙着把自己的责任卸责 所以你这时候理解了 为什么黄国昌一直站在旁边 理都不理 忙着自己的事情 忙着跟国民党合作 因为关我什么事 关他什么事 关我什么事 这又不是我们政党 又不是民众党 又跟选举没有关系 又跟政治没有关系 单纯是看着你们两个 在互相抓替死鬼的一场好戏 所以说你看双黄的表现就很清楚 黄国昌绝对不卷入 但是黄珊珊不断的发文了 对嘛 黄珊珊发文 而且你看哦 他每一个文章都乱武章法 比如说我们要发文是要做什么 针对一个大的概念 比如说统筹规划 我要如何去护航柯文走 我要如何捍卫 其实不是耶 黄珊珊最新一篇听我说什么 说还要我们106年的合约 只有2.6亿元啊 那我讲完 蔣市长为什么要解约呢 台智光是佛心来的 保险哥你知道我看到这个两行话 我看到什么吗 看什么 乱 关心者乱 不知所云 对就是他代表已经开始自乱正角了嘛 跟柯文哲为什么会把公文 贴在脸书上一模一样的意思嘛 爸爸保险哥我反问 不是 他也有公文 对嘛你看 而且他也是把相关的合约记录拿出来 那我就问了 这跟柯文哲拿公文出来一模一样的意思吧 刚刚吴东讲的老半天说 这两个怎么会有 这两个是不是内神通话鬼 还是说早就已经存仓好 留在那边档案 为了要求自保 求保命符 不是啊 各位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吗 他们为什么要把它po出来 根本不应该po出来东西啊 你是不是可以写 跟蒋万一样 当初看完会计记录之后 包括疫苗的会计记录之后 背下来 用墨背的 把相关的文件呈出出来啊 因为你一旦贴上来 大家就会开始质疑 你当初为什么要留下来 再来还是说内神通话鬼 有人把这个东西给你 但它都凸显出一个 很重大的问题 就是柯文哲 黄珊珊 自乱正脚了嘛 因为这种文件 这种东西 根本不应该在这个时间点 贴上来 坦白讲 他们在访的是什么 根本不是政治 而是怕说 自己会成为 剪掉下一波月谈的名单 所以总统长 你又看到猫腻了 你刚才黄珊珊讲了什么话 你看了没有 黄珊珊说106的合约 2.6亿要母契约 到台中方式佛心 那这个蒋世红干嘛要解约 很简单一句话 黄珊珊在帮谁讲话 他在抱怨谁 抱怨蒋万安 蒋万安 他在帮台志光讲话 黄珊珊今天一个小时前 还在发文帮台志光讲话 他还在抱怨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 如此水准 还在抱怨蒋世长 现在大家要帮蒋万安去抓弊案耶 你怎么跑来发文来打击蒋万安呢 所以你在哪一边啊 从这个选边就看得出来嘛 黄珊珊站在台志光这边来打击蒋万安 修理事副发言人啊 这怎么这种事情 台湾最重大的台北市的弊案 而资讯局是黄珊珊督导的 她的督导的是主要的权责单位 而所有的傍水 所有的金额签约 母约签约都是黄珊珊督导的 而黄珊珊直接参与这个事情 你看着 民进党再两天名单就出来了 黄珊珊绝对跑不掉 对了 你也说 现在黄国昌跟黄珊珊两个人的态度 太耐人寻味了 请问一下 那么从郝龙斌开始到现在 有市长把母约解约掉吗 没有吧 请问有没有副市长把母约解约掉 没有 没有吧 再请问一下 黄珊珊在当时在台北市当什么 不是议会的议员吗 林国成也是议会的议员吗 然后现在民政党有四个议员嘛 这六个议员请去查一下 对台志光有没有口珠笔伐 要把他赶出台北市要跟他解约 没有 查一下就好了嘛 还有黄珊珊说什么 说这个是什么 佛心来的 前卫 我跟你讲 你们说黄国昌 没有对这个台志光发表 有耶 他发表什么 我念给大家听 面对台志光这个 收买政客吸纳税人血的垃圾厂商 毫无如 则 柯文子在市长任内的职权范围内 三检预算 激励对抗 甚至不惜提出复议案与议会对干 现在台志光跟政客交相贼的 正式扶上台面 当初护航台志光的蓝绿政客反而开始检讨 柯文哲可耻之急 我就问是非可以这样颠倒吗 财团勾结议会 榨取国家财产 哎哟 奇怪 好像为什么民众党 一个民众党会有完全不同的这个结构吗 但是黄国昌很诡异的是 他发完这篇脸书了以后 他不再发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他都不再碰 这件事情现在是从上个礼拜到现在 陈从文收压以后到现在台湾最重要的事情 台湾政治场上最重要的事情 而且直接把你的组织 民众党的主席 柯文哲拉在里面 到现在柯文哲各位 他有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解释了让大家都能够心服口服吗 没有啊 为什么 为什么黄国昌就 不好意思我有发了 我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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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吸纳税人学的垃圾厂商 我就走了 不好意思大家 我就走了 我就不碰了 我要去跟柯柯建平拍桌子 我要干什么我就走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个性 像这种 吸纳税人学的垃圾厂商 还有蓝绿 他就跟你打到底 战到底了嘛 出来捍卫到底了 奇怪 为什么没有啊 为什么他一着了之啊 那好奇怪 这是你认识的黄国昌吗 这不是我们认识的黄国昌嘛 所以黄国昌知道 这个事情 大条 过去八年 柯文哲如果能够可以做 他假如说 还有 那既然柯文哲这么讨厌 这个得说谭志光 为什么谢任杰 还给他这么多的标案 其中有两个标案 还超过上千万以上 你知道吗 所以我没有道理嘛 柯文哲这么讨厌 台志光 柯文哲认为台志光有问题 但是我还是给你标案 这什么样的 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 报内幕 话题不设限 我是张道合 周一的中 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赶紧来上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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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